韓國議員 好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審查小組委員的詢問 現在請州城委員秀霞花園 花園時間為十分鐘 主席 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同仁 各位议会贵宾 大家午安 各位专家学者 你们今天辛苦了 那我想司法改革 应该是要有 它的核心价值在 而且绝对不是 要建立 而且绝对是要建立 让民众能够实质地 感受到法院公平的司法制度 同时这个核心价值 必须能够解决 社会所面对的问题 应该要承担正当的政治功能 否则这个司法改革 就只会流于口号 那作为一个宪法机关 不论是总统的提名 或者是立法院的同意 我个人认为 都应该透过 适切正当的程序 来为人民举财 这样才符合机关忠诚的理念 以及宪法的意志 那为了严肃落实宪法 护与司法人士提名权的负责任的态度 而且要落实司法改革 民主化的要求 我个人认为 除了立法院实质审查相关的资料以外 也应该要透过公民社会 来充分审议 形成共识 那以下呢 有一些问题 想就叫各位学者专家 首先针对台湾守护民主平台预情 是否应该要先完成 地法院职权行使法 第四章 有关同意权之行使的修法 再来进行严格的审查 来请教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 那我认为目前总统提名大法官 欠缺市任标准 政府院长提名未经审券 那审券小组成员 欠缺多元化 提名与同意权行使期间也过短 这部分也要来请教各位学者专家 对未来如何订定大法官 院长副院长 适任与审查的标准 那审券小组成员 与同意权行使期间的法治 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是不是应该比照美国在总统提名大法官以后 应该来进行试任性的听证 让被提名人接受国会议员 与鉴定人员的质疑 那其次 就送交立法院的总统府 资文的附件 除了应该具体说明 提名每位人选的理由以外 每位被提名人是不是也应该依照其适用依据 清楚的交代并检附资料 特别不是一般公开可以取得的资料 例如提供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 以及曾经为原告或者是被告的民事判决书 应不应该主动提供来实践真实揭露的原则 这个部分也要来请教各位学者专家的看法 那被提名人是不是应该清楚的交代 曾经参与的人民团体 社会团体的经历跟角色 与阐明自身过往与人权保障 以及促进实践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言行与作为 来作为审查的参考 那此外呢 总统府所提供的被提名人资料 要求依个人资料保护法规定 妥胜运用与保管 或者于同意权审查完均以后 退辅减还被提名人与被提名人的学历 著作研究论文等相关资料 仅于全院委员会期间在会议室陈列宫查阅 而且仅供委员以及党团助理一名查阅 而且不能对外公开揭露 对于此项违反公开原则的作法 也要来请教各位学者专家你们的看法 那再来就是大法官 在任可能带来的优缺点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应否在任的关键问题 可以再度任用卓越的司法精英 当然这是优点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可能危害司法独立 因为升迁是司法独立的天敌 如果不可以再任的话 那在任期的保证之下 我想肯定能够做出司法独立的审判 倘若可以再任 甚至是被升官 那大法官会不会看政治人物的脸色 会不会也会期待 日后有被再提名的可能 只要有这些制度性的诱因在 我想有可能会影响大法官的行为 包括视线 由于修宪后 关于大法官回任 现阶段并没有清楚的明定 连任是否也包含不得再任 或者是任期届满以后 多久才可以再回任 针对这个部分 也要请教各位学者专家 你们从法学方法 与论证负担的角度 未来应该如何规范跟处理 是否应该透过视线来解释清楚 或者应该要修宪来加以规范 才不会再度的造成诸多的争议 那未来应该如何进行宪法制度的设计 以控制大法官在任的时候 影响司法独立的原则 以及为院长及副院长之大法官请辞 院长副院长的职务的时候 应否同时也请辞大法官的职务这个问题 那另外曾经为大法官被提名人 经历法院刑事同意权 遭不同意者 未来能否再次成为大法官被提名人 这个部分也要来请问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 那曾经有担任律师经历的 担任大法官之后 对其经历任职事务所申请的案件 是否需要回避 以及大法官被提名人为在职律师 是否应有规范跟限制 那接下来是 我们现在的大法官逐渐年轻化了 那大法官卸任以后 应否限制其再任律师 或者是盈利事业等职务 以免影响司法独立的原则 或者应该对大法官被提名人为 最低年龄的限制规定 这个部分也请教各位的意见 那针对妇女薪资基金会等妇女团体 抗议司法院长大法官提名男性人选 占绝大多数无视女性人才 以及性别平等价值 而且缺少性别进步的具体作为记录 请教各位学者专家 是不是应该定定大法官单一性别名额 不得低于总名额的一定比例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 宪法是现代国家存在的支柱 宪政运作是国家条件具体的呈现 台湾的公民运动 已经逐渐朝向国民宪政运动的发展 试图由下而上的争取 台湾人民自己的宪法实践 也就教各位学者专家 大法官应该如何宪法实践 并且深化台湾民主的政治运作 以上几点问题来请教各位学者专家 谢谢 谢谢周城委员的发言 接着我们请黄委员 国昌发言 发言时间为十分钟 谢谢院长 首先要非常感谢 今天出席这场公定会 所有的专家学者 在就任立法委员以前 我也曾速度 坐在各位现在坐的位置当中 不管是大法官的审查 考试委员的审查 全院同意权的形式 我通通都有参与过 所以我完全可以了解 今天坐在学者专家席上面 各位先进的心情 我感同身受 那当然我早上跟院长说 说我们立法院 请这么多学者专家来 请大家坐一整天 只发两千块的酬劳 是对不起大家 那这个事情其实比较小 那比较重要的是 本院在审查这些 重要职位的人事同意权的时候 我们审查的模式 在新的国会 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做法 那不要应循 过去十几年来 被强烈批判的模式 那也这也这就是为什么 时代力量本来一直主张 是希望能够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完成立法院职权行事法 关于国会人事同意权的规定以后 那再来进行审查 只不过事与愿违 因为整个时程上面的限制 当临时会没有被排入 那我目前只能够用折中的方式 也就是虽然法律没有修正完成 但是我目前所进行的 是依照新法的精神在办理的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相信各位学者专家 从下礼拜开始就会发现 不管是针对政副院长 还是五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立法院都是采取个别审查的方式 也就是每一位被提名人 他们大概要接受三个小时 各个党团所提出来的问题 那当然实际上面 各个党团在进行审查作业的时候 是不是有充分的准备 那这个审查的过程 是不是可以回应人民的期待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都要对于我们选民 所承担的宪法责任 那首先我一开始 可能要先回应一下 虽然有一些学者专家 可能早上结束了以后 那有一些行程的关系 下午没有继续参加 我觉得也不能苛责 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重要 基本立场必须要说清楚 今天早上 我坐在这边聆听各位的高见 那其中有很多是触碰到 对我国未来司法改革 走向特定议题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在这个公定会的时候 针对司法院政副院长 未来司法改革可能的走向 提出各位对于各个被提名人的观察 我觉得是好事 那但是其中高师伯教授吧 他现在我不太确定 他在哪所学校任教 他提到说希望我们对于 各式各样的那种 司法改革的政策主张 不要有偏见 或是过度倾斜 采取某一种看法 那对这件事情本人有一点 不是一点 我有完全根本不同的意见 因为我们在就任立法委员以前 我们自己所信仰的司法改革 台湾的司法要往哪个方向推进 我们本来就应该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对我们的选民负责 那除非我们在整个立法委员竞选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不要提司法改革的主张 那如果说我们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主张或选民的信任 进入国会了以后 当然就要推动这些主张 那当然立法院是一个合议的机构 个别委员的主张 未必能够成为全院的主张 那这也是立法院作为一个合议体 那各式各样不同的司法改革的主张 在国会的殿堂里面进行审议讨论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那由此进一步加以延伸 就会牵涉到大家今天早上所讲的 有关于连任跟在任的问题 那我要特别的感谢台大的林玉雄老师 还有中央大学的陈寅前老师 那当然也包括了张文生老师 还有今天与会的各位先进 我想不管是留美还是留德的 大概都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事实上他们所呈现的看法 跟我作为一个法律学者 目前所得到的法律确信是一样的 根本没有所谓违宪争议的存在 也没有所谓法规的漏洞 需要透过类推式用解释的方式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说 按照目前有关于大法官案件审理法的规定 你如果说是有本院自己主动去提事件申请的话 恐怕会闹一个大笑话 根本就不符合申请事件的要件 那如果本院对于我们在宪法的职权下面 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没有一个清楚的体认的话 那我觉得会有愧于 我们今天在进行立法院人士同意权审查 应该扮演的功能跟角色 那第二个部分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就是跟各位学者专家报告 也顺带利用这一次公订会 公开说明一下 就是对于每一位被提名人 我们目前可得的资料 我们的确非常认真的在进行广泛的搜罗 跟所有资料的研读跟判读 包括他们之前所发表过所有的文章 所有的看法 那许中立教授啊 他的著作等身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要特别说的是啊 许中立教授他在退任大法官 回到台大任教了以后 我对于他所发表的文章啊 我最敢佩服的一篇文章啊 就是官场工人贷款案 争议的法律观点 那在那个时候啊 几乎在台湾 有稍微关心一下这件事情的人啊 都是纯粹的 针对于当时的老委会 跟这些官场工人彼此之间 是用司法上的借贷关系 来看待彼此之间的争议 但是薛老师他从大法官退下来了以后 他直接的从工法上的观点提出 这根本是具有补偿性质的有因性给付 那提出这样子的观点啊 以后彻底的颠覆了我们过去 对于有关于这个契约在法律上面的定性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说必须要用合乎宪法意志的法解释原则 秉持宪法保护弱势劳工 维护社会正义的意志 做出适切的认定与权衡 他把它定性成 这个是一个补贴 补助相当的支权费与退休金的代偿 那从这个性质的界定 进一步的定性把这个案子啊 摆脱所谓司法契约的拘束 而进入工法契约的角度 那最后这样子的看法 也被普通法院的法官啊所采认 那我会觉得这正是我们今天 在挑选大法官的时候 所希望期待看到的法律人 从我们的宪法的意志 从我们的宪法的文本出发 然后能够去贯彻 在宪法里面要去保护弱势劳工 这样子的立法意志 提出这样子的看法 而对于我国社会上面 争议非常大的案件 获得具体的解决 那这个是我们在挑选大法官的时候 我们一直期待看到法律人的风范 那同时副院长被提名蔡炯敦法官 他事实上在相当早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认为应该要去制定 有关于劳资争议的特别诉讼程序 劳资争议的特别诉讼程序 他清楚的指明了现行的民事诉讼法 建筑在形式上的当事人平等 但是没有办法去处理实质当事人 不平等的问题 那因此从1990年代以降 包括了去设置劳动法院 包括了去设置有关于劳资争议的 特别诉讼程序 那这个都是不仅仅是劳工 他们所提出来长久以来的诉求 那蔡法官他在早期的时候 注意到这样子的问题 那因为他自己的博士论文 写的是集体的劳资争议权 那因此他在当法官的时候 提出这样子的看法 我个人也是很佩服 但是我们接下来审查的重点 就会变成了是说 你当初所采取的信念是这个样子的 那当你有机会掌握到权力 当你有机会成为司法院副院长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会本于初衷 去贯彻你自己之前的信念跟价值 去真的替弱势的劳工讲应该讲的话 去建构能够让劳工真正行使权力的 劳动诉讼程序 这就变成是关键中的重点 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在审查程序当中的时候 会去处理的问题 那我知道大家对于有关于 国民参审还是陪审 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那两位几位被提名人 到时代力量党团来做一个礼貌性的拜会的时候 对不起院长我30秒就把它结束掉 我又很清楚地跟他们讲 不要犯过去的司法院政副院长他们犯的错误 就是先射箭再画把 自己明明心里面已经决定要怎么做了 然后骗大家说他们没定箭 那他们也曾经当面跟我们承诺 他们绝对不会犯一样的错误 等到司法国事会议开了以后 就有关于人民参与审判 不管最后的决定是陪审或者是参审 他们就会按照那样子的决议来加以执行 那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在审查会真的开始进行之前 如果各位有进一步的资讯 跟大法官试任性相关的资讯 都欢迎各位进一步随时能够提供给我们 我觉得把这一场审查做好 是我们对于全体国民应该肩负的责任 谢谢 好谢谢黄委员 接着我们请赖委员事保 发言时间为十分钟 好谢谢主席主席书院长 那么各位先进 那么今天其实我是抱着 蛮沉痛难过的心情来参加这次公听会 我要把我的意见表达出几方面 首先因为大家知道大法官 特别是司法院的院长副院长 那么基本上来讲 这是中华民国宪法的首付者 他们要扮着这么高的一个层次的一个角色 所以对于特别是司法院长的提名 应该守中他的学养道德操守 都应该是最高标准中的最高标准 但是我们看到很遗憾的 原来提名的谢文定 莫名其妙的被换下来 只因为蔡总统hold不住 特定团体对他的压力 然后把他换下来 所以有人讲 到底现在中华民国是什么字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既不是总统制 也不是内阁制 也不是大家所说的松所长制 他现在是道道地地 已经变为听信律媒听信名嘴的皇帝制 在皇帝的旁边都有人会跟他讲很多话 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制度 曾几何时已经变皇帝 古时候的皇帝跟现在总统 最大区别在哪里 就是现在的民主的社会 总统底下以台湾来讲是五权分立 西方国家是三权分立 基本上各自所思 各自一个check and balance 而古时候的皇帝是兼司法权 就判谁有罪无罪 是皇帝说了算 现在蔡总统一步一步的走向这样的境界 我们看到的是 许中立教授 他的学经历 我想这以后会有委员去审查他 我到底也不说 但是大家都了解 当他的名单被列为司法院长的时候 整个司法界几乎被切成两半 有一半的人不断的质疑 连任再任的问题 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么有真理的 他为什么蔡总统 非得要提名他不可 难道台湾的司法界都没有人才了吗 难道司法界只剩下许中立教授一个人吗 难道他做了八年还不够 还要再回来继续做吗 这些问题在过去的一阵子 已经被广为讨论 特别在司法界 多少的司法界的 不管是老中青各代的精英 非常的不以为难 就这样的争议 连许中立教授自己都说 他愿意接受 如果大法官视线有没有连任的话 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我今天当然尊重所有的 这些的审查委员 尊重所有的学界的专家 以及各个委员的发言 不过连许中立教授本身 他都自己认为解决这样的争议 视线是一条路 为什么在这里就把他掐死呢 为什么说这里不宜呢 说立法院不宜做这个事呢 我觉得不需要先自我分割 这是第一大点 我想要提出来了 那么第二大点 我们看到 现在的蔡总统手 一步一步伸进了司法体系 是有脉络可循的 他打着司改的旗号 在总统母要成立司改委员会 这个苏永钦前副院长就说 宪法并没有给总统这么大的权力 因为这破坏武权分立 而蔡总统又大啦啦的发一个公开信 所替司法判刑定验的郭瑶奇教区 各位 这不是皇帝是什么 我想如果过几个礼拜 我们的蔡总统写信给 我们的司法单位 说要特赦陈水扁 总统前总统 我想各位应该也不会惊讶吧 因此在这里 我还是主张 司法院长这么崇高地位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非许终利不可 我想在座学者专家 都是人才啊 各位好几位我们前面的这些立委们 也都是司法界的精英啊 难道不能考虑吗 这是第二大点我想强调的 第三大点 大家就一直在闹 到底连任还是在任的问题 各位我们宪法的深修条款第五条第二项 规定的非常清楚 大法干任期八年 大法干任期八年 不分届次 个别计算并不得连任 我们现在赞成许忠丽教授的人 不断地讲 他并没有说不得再任 各位 我们地位这么崇高的大法官 兼司法院的院长 难道要用这么低的标准吗 只有在资源里面打转打转再打转吗 我举个例子 民国101年 就2012年竹南镇长的补选 当选人叫做康世如 也是本院以前的同仁 他以前当任过第14届的镇长 第15届的镇长 后来因为参选立委当上了 他就辞掉了 第16届本来他没有参选 后来因为老镇长走了 然后他去参选 赢了 各位 这里面中选会跟内政院都是不同调的 中选会认为 他已经违反了 我们相关的规定就是 竞选得连任一次 也就是说 县市首长最多当八年 最多当两任 不能够当第三任 中选会说不可以 内政部说可以 后来打到高等法院去了 到地方法院 以及到高等法院 苗栗的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101年选上字号第三号 最后宣布当选入校 各位 我举这个例子就清楚地说出来 如果各位一定要绕在资源里面 没什么可以参考 竹篮政长的一个补选无效 就是一个最好的参考的一个材料 那个材料是什么 那个材料就是有关于 连选连任的问题 就行政首长来讲 地方县市长一任四年 最多两任连续八年 你要再选可以 像以前的台中市长 是经过休息一任以后 再过来再做 可以的 但是你不可以连续做 换言之 不能过十二年做三任 同样的 我们的宪法讲这么清楚 我们的宪法第五条第二项 民定大法官任期八年 大法官任期八年 大法官任期八年 一任八年 然后呢 咕啦咕啦咕啦 并不得年任 这什么意思 白话文来讲就是 十六年不可以做两任 就这么简单 你要做第二任 勉强要做第二任 你是从第十七年开始 这个算数问题 这样这么好算 我不知道这些的 伟大的这些的 我们的先辈们 前进们 前辈们 这有什么可以好拗的 说这里面 并没有规定 不得再任 各位 标准这么低吗 你就是因为 只有他写连任 更何况 我们的这一次的规定 大家都都了解 我们主要是参考德国的 美国是终身的 德国是做一任的 我们基本上 不得连任 不得连任 各位 他不得连任 任期八年 就是一任八年 两任十六年 他不得连任 就是十六年内 不能做两任 这么简单的一个算数问题 各位 跟各位报告 我真的是很沉痛的 意义心情来讲 许中立教授 做八年 做满八年 隔了四年 所以他现在只有十二年 他老实讲 受到第二任 连任的限制 这再清楚不过了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把他说 只是因为他写连任 没有写载任 然后大家就运说 这没问题 然后谁说了算 总统说了算 蔡总统 因为他等一下是皇帝 皇帝说了当然算 让我们回到古代的时候 曾经有时 台湾从民主先进国家 已经慢慢的退步到 古时候的皇帝制 皇帝制就是 皇帝兼各院 通通是他处理的 跟各位报告 大家都说 蔡总统最近的一个强势 他发现到 行政院长变成幕僚长 我很担心 而且马上看得到 在民进党的强势的一个 强渡光山 当然会过 但是 让我把这个讲完 对不起 但是 司法院长如果让 这么有争议 争议不是他本身 而是蔡总统 蔡宏帝所造成的 争议的话 各位 争议永远没完 没了 然后 司法院长就变成 总统的司法长 而已 他的幕僚长而已 一切司法 还是蔡总统 说了算 这是国家的悲哀 我希望在此呼吁 未来审查的时候 不分朝野 我们严格来监督 我们让 徐教授把这个连任问题 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谢谢 好 谢谢 赖委员的花园 我们接着请 林委员 进宪 发言时间为 十分钟 感谢院长 我们各位 被提名人 各位 本院的同仁 现场各位来宾 其实 蔡英文总统 对于司法的重视 除了在他的就职典里之外 早在2012年 他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 就已经将司法的改革 列为重要的政见 总统就任以来 其实就以本次的大法官 以及司法院政务院长的提名 外界把它当作对蔡总统 司法改革的检验指标之一 其实本人对于 这次的大法官 以及司法院政务院长的提名 在此 我表达认同 你们尊重总统的提名人选 我们也认为 蔡英文总统 提名了 司任的大法官 我有几项的建议 在这里来表达 第一 对于 未来的许院长 中立 他所提出的 终审法院 设立大法庭 重建统一的法律见解的机制 我特别认同这一点 这是为了避免 不同的法院 对于裁判 他的见解落差过大 确实有必要 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设计 也让当事人 接受审判 不要像抽签一样 运气好的 遇到见解相同的 法官成审 运气不好的 你就只能各自 自认倒霉 那么法院所要建构的 应该是 法的安定性的守护 所以如果对于 同一级的法院 各不同法庭之间的法官 如果有不同的见解 应该要有统一的必要 所以本期建议 统一见解的会议体 这个我们确实 未来的司法改革里面 有必要来设立 只是他的成员 如何来临选 以及做成的决议内容 也应该要公开 让外界得以了解 让立法院得以监督 如此才能真正提升 人民对法院的一个信任 再来 有第二点 许院长 未来的许院长 被提命人 他也曾经提到 说要避免 乃嘴法官的问题 过去外界 也常常有这样的批判 说我们的法官的判决 跟社会的期待 社会的认知 有很大的落差 主要是因为法官 太年轻 那其实我认为这一点 不单只是年龄的问题 最主要是 有些法官他的生活认知 确实跟社会的生活 有基本的隔阂 我们本席认为了 法官应该要有更多 融入社会大众的方法与活动 对于未来的 所谓避免这种法官 所谓乃嘴法官 除了年龄的考量之外 更应该重视 他的人生的历练 比如说 他是否曾经担任过律师 等等 要彻底改变的是 法官对于我们社会运作 他了不了解 我们如何来评量一个法官 这个法官呢 他有没有办法走入社会大众 如此呢才能真正的解决 所谓的恐龙法官的产生 而不是单单以年龄来区隔 否则啊 我们只是排除了小恐龙而已 也并没有办法改变啊 那些老恐龙 另外呢 这次也提到了 被提命人也曾经提到 人民参与审判的问题 我觉得啊 未来的参审制啊 本席基本上 也赞同这样制度的推展 我们可以参考 德国和日本的参审制的方式 当然啊 这样的未来的参审制呢 必须要有相当的配套 包括参审者 是怎么产生的 他的临选标准 以及呢 所谓的参审 他参与的程度 他决定审判的力度 等等 都必须要有完善的架构 因为啊 人是情感的动物 那么因为情感的因素呢 很容易左右啊 参审者的结论 所以本席建议呢 对未来推动参审制 希望司法院啊 可以像官审制一样 先事办 然后再评估 然后做成 结论报告 再跟本院来讨论 同时呢 来拟定专法的方式 来架构 人民参与审判的权利 这是本期啊 对于 人民参审制呢 的一些个人看法 最后啊 我再次的 对于本市司法院长 副院长 及另外五位大法官的提名 表示认同 不过我还有 另外两点的想法 未来 大法官的提名呢 我认为要建议总统 是不是在性别的平衡上 再多加考量 如果以这次的大法官的提名人 总计进来 在十五位的大法官当中 女性只有四位 这个比例呢 不到三成 所以未来 是不是针对大法官的性别平衡 再加思考 我们可以来保障说 如果未来的大法官解释的时候 可以平衡 男性跟女性的思维 第二点呢 更希望未来我们大法官的提名 可以再平衡 我国 法学界 不同领域的分布 因为目前我看起来 大法官的背景 大多是以民商法领域 及公法领域为主 而刑事法的领域 看起来只有目前 林俊逸大法官一个人为代表 所以是不是建议呢 未来大法官提名 针对刑事领域的专业人士 可以多加考量 平衡大法官 平衡大法官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 避免必须做成有关刑事领域的 大法官解释的时候 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平衡的思考 同时呢 我也针对啊 外界对于这一次 司法院长的提名人 许忠利大法官 是不是啊 是不是认他的资格的问题 我在表达我的看法 目前啊 对于许忠利教授 得到提名以后 衍生的再认啊 连认的宪政争议 很多反对的人 尤其是国民党的人士啊 都引用了所谓德国法的条文 来做攻击 实际上啊 本席翻阅了德国联邦宪法的法院法 他第四条第二项的 这种所谓的不得再认啊 在德国的联邦宪法里面 他写的是很清楚 那台湾当时啊 我们在修宪的时候 就已经故意排除去援引 德国这个不得再认的规定 也就是说 我国的宪法里面 所谓大法官的不得连认啊 我们的主要修宪精神 应该就是为了避免大法官 他为了迎合新任总统 所以我们当时做出这样的一个修宪 当时为了大法官啊 不要为了因为总统的变动 然后他的独立性受创 所以大法官的再次担任 应该要间隔一任以上的总统任期 也就是四年 如此就能明确达到 宪法所要保护的目的 小英总统啊 这是提名许忠律教授的 这次的再任 中间已经间隔一届以上的总统任期 根本没有国民党所谓的任何违宪 文艺上没有 制度的目的也没有 在建筑当时修宪的精神更没有 所以呢 也可以说这次啦 所谓针对许忠律教授的再任 连任 他的资格问题 这是个假议题 许忠律教授的再任 根本没有宪政正义 如果有的话是有心人士啊 故意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是本期针对我们这次 总统所提名的司法院政务院长 以及大法官的新任人选 本期发表以上的看法 谢谢 好 谢谢林委员 接着请苏委员巧会 发言时间为10分钟 主席 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同仁先进 感谢今天有机会聆听各位的高见 我想我们今天公听会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汇集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 协助立法委员们 在做最后审查的时候 作为参考 并且行使这个同意权 所以经过今天早上 这么漫长的一连串的意见讨论之后 其实我非常认同许多学者专家的意见 就是当我们在审查大法官是否适任的时候 其实最应该讨论的正是这一位人选 他从过去的言论举止任何的言行当中 他所展现的意识形态 是否足以作为一个宪法的守护者 能够真正的保障人权 这里指的意识形态 当然不是指政党的属性 而是指在所有意见上面 问题上面 他的态度 立场 也就是价值观 这是做一个大法官 是否适任时 我们所最应该讨论的问题 其次 今天既然我们同时在讨论的是 这位大法官是否适合担任行政院院长及副院长 那么今天早上各位专家学者所提到的 这位人选 他的行政能力 就司法行政能力和效率 这个问题当然也应该被检视 所以一个早上中 我们听到了许多有意义的提问 但是我也必须说 正因为今天早上这样的过程 我深刻感觉到 我们在行使这个同意权审查 同意权案的审查时 这个设计确实有不妥之处 因为我们依据现在的立法院行使法 职权行使法 对同意权的行使 它就只有三条的条文 内容非常的简单 依照第29条的规定 先交付全院委员会审查 所以目前审查的程序 第一阶段是在公听会 也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程序 那我认为呢 这个第一阶段的公听会 重点是应该请专家学者 对现行的大法官制度 问题提出脏皮 也对提名的人选是否提任 是否试任提出看法 但是很可惜 我认为今天早上这样的形式 学者专家和委员之间的对话 其实并不够丰富 也无法提出更多元的议题 所以不但是时间还有形式上面 我想未来对于大法官同意权审查的制度 是不是有改进的必要 在这里我可能想请教各位专家学者 是否我们应该对此制度有所改进 其次第二个部分 既然我们想要对这个行政 司法行政的效率与能力来做讨论 那本席也想针对目前大法官的现状 请教各位专家学者 因为虽然这个问题可能各位专家学者都很清楚 可是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向社会大众来再一次的提醒 我特别统计了从1961年到今年所有的事件案件 1961年到1985年之间 其实每年的解释文都不到十件 接下来的1993年呢 最多它有73件 高达了73件 但是回到最近几年 大概又都是十件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1961年到现在 平均每年大概是12件 这样的解释能量 我不晓得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 认为是适当或者是偏多偏少 如果我们比较近五年 台美日大法官的解释件数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一年平均是将近80件 日本平均是44件 那我们台湾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数字 相信之下 我认为台湾的件数是偏少的 我在这里提出我的意见 我认为是偏少的 那么我再进一步追查呢 我发现大法官会议的次数 一年大约是一个月一次 这跟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15条规定 每星期开会三次 必要时得开临时会 显然是差距过大 当然我是本期是不太理解 为什么1958年制定的大法官会议法 是定两个星期要开会一次 必要时得开临时会 而到了93年 1993年的时候 修正改为每星期开会三次 不管是对过去或对现在的 每星期开会三次 我都不是非常认同 不过如果我们从2015年的审查结果来看 申请案件总共有745件 没有结案的件数是360件 那结案的件数当中 有361件是不予受理 其他的24件并案解释成8件 我不知道各位学者专家 对于这样的数据如何解读 那么进一步延伸 我就会想要请问 未来的司法院院长及副院长 既然他们肩负了 司法行政的效率与能力 这样子的态度 那么我会认为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 适合单纯我们在检视 这位人选是否足以升任 院长及副院长时 一个适当的问题 因此我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就叫各位专家学者 那同时呢 我也在这里提出本席的看法 就是这次的大法官提名 我们是否也应该把司法院 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同时配合的大幅修正 我们理解在上一届 第八届立法委员中 其实已经提出了修正草案 但是因为借其不连续的关系 所以到此搁置 因此我在这里第三个问题 也是想请教我们的专家学者 各位认为我们的司法院大法官 审理案件法是否应该修正 而修正的方向又是如何 我想今天的公听会 是希望能够汇集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 以供立法委员们 在下周的行使审查过程中 对所有的人选 大法官人选提出适当的问题 将各位的态度展现于整个社会 因此我非常期待 今天能够有更多的学者专家 就这些问题提出各位宝贵的意见 谢谢 好谢谢苏委员 下一位林委员维州及王委员定语之询问 均以书面提出内陆记录 我们接着请陈奈委员素美 发言时间为十分钟 主席各位委员好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司法院是我们最高的司法机关 设大法官15人 其中包含院长跟副院长 先说说我的立场 我认为今天的公听会 以及接下去的相关会议 不只是对于司法院人士的审查 同意而已 这当中的每一个过程 都是对于台湾 对于这个国家民众 渴望司法改革 希望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回应 司法可以说是人民权益 社会正义的最终防线 虽然我不是司法人 但很遗憾的是我在担任 民意代表这些年来 我深切地感受到 人民对于司法的不信任 这当中 有些人可能是自己亲身经历 或者是听到别人讲 这不就是反映了现况 人民权益 社会正义的最终防线 早已崩解 在座有许多的法界的一个前辈 相信你们内心的感受 一定比我们更为强烈 我们的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时 提出了司法改革的政策 当中第一项回归人民的司法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今天我有机会 在这里是十年多来 接受民意洗礼的呈现 我深刻知道民意的可贵 更明白民意的可惧 所以我始终战战兢兢地 面对人民的声音 但长久观察 我们的司法单位 过去多年来 和我们的社会 现况似乎是两条平行线 很少有交集 有些民众对这样的状况 都批评为不接地气 甚至恐龙 我想这些问题 都在欠缺沟通 在法学的素养及专业上 司法界的每一位 都可以说是佼佼者 都是精英 往往所谓的专业 却成为人民沟通上 最大的隔阂 法律不该只是专业 不该只有法律人 才听得懂法律人讲的话 我们怎么能要求民众信任 忘了回应人民需要的司法呢 另外 人民在寄托新政府转型正义 比如我们在上个会期通过 政党及其赋水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 就是人民意志的展现 过去大法官被提名人 除了要具备人品好 以及学士家的这两线条件之外 还要具备有其他更重要的一个素养 对人权的保障 对宪法的维数 对宪法的维护 还有就是导引宪政的走向 而我个人深深盼望 本次的大法官被提名人 更能积极维护台湾社会正义 转型正义的发展 这些价值及方向 都必须仰赖大法官们来落实 那接着 我也提出几项问题 也期待在座的专家学者 能够对此提出看法 我想提问的是第一项 三二决问题 依照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 大法官解释宪法应有 大法官现有总额三分之二出席 及出席人数三分之二同意 方德通过 司法院过去表示 对于法律违宪之表决人数 规定为三分之二以上 细微表彰对立法多数决之尊重 何于民主思维 但是本席认为这样的规范 会变成少数人来决定违宪与否 怎么说呢 例如 十五位大法官都出席 九位认为违宪 其中六位认为核宪 或者是八位认为违宪 七位认为核宪 认为违宪的都比核宪来得多 但因为没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门槛 最后解释却成为核宪 如果有半处大法官认为违宪 代表这部法律已经明显有问题 或者是不合时宜 应不至于对立法者不尊重 所以本席认为 采二分之一同意 来决定核宪与否 看来上述合理 至于出席人数 采三分之二 或者是二分之一 应该都有讨论的一个空间 也想请教各位专家学者的硬件 应该如何调整比较合适 另外提问二 大法官人数的问题 依照宪法征修条文第五条规定 司法院设大法官十五人 当时或许有他的时代背景 但是我们来看其他国家 例如美国只有九位大法官 可是每年处理的案件 却是我们的六七倍 显示台湾的效率有待加强 为什么效能会这么低落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年来 台湾跟美国大法官解释案件的一个比较 其实 人数太多 十五位大法官的情况 比较难达成共识 而且每一位法官表达意见的时间 也相对受到压缩 没有办法充分时间 来论述他的想法 从2003年后 致敬的大法官试制来观察 总共173号试制中 包含同一试制不同法官 或不同试制的不同意见书 就高达111件 部分不同意见书就有89件 可证明 大法官人数越多 越难取得共识 全部意见书为 试制的四倍之多 大法官应该把这些时间 拿来解释更多的案件 对于宪政的发展 我相信应该会更有利 我们可以从大法官 解释意见书数量统计 可以来参酌看看 另外 大法官人数减少 会被质疑的是 我相信应该是代表性的问题 美国人口数比我们还要多 九位大法官都没有问题 我想 多元的代表性的问题 关键不在于人数 而在于大法官的来源 例如 学界 食物界 和公民团体等 只要同质性不要太高 我相信 代表性就不至于会有问题 前大法官 许玉秀 举办两届的模拟宪法法庭经验来看 我们可以由这个经验 得出九人 是最佳的设计人数 对于大法官的条件 与影响 我也想请各位专家学者 能够来参酌 各位的意见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奈委员 接着我们请 中委员嘉宾 发言 时间为十分钟 主席 各位与会的先进 那么各位与会的 列席的学者专家 那今天呢 我特别要提出来的 就是关于大法官任期的争议 跟之前的与会者 所讨论在关切的 到底大法官 可不可以再任 我想已经讨论的相当多 但是呢 在这之前呢 关于大法官的任期啊 一直存在一个争议 也就是说 这次产生缺位需要 提名补足的原因是什么 那他的任期又为何 在这里呢 我就要提出来 个人的一些看法 就叫大家 首先呢 我们在谈个别任期 跟任期交错的时候 其实目前啊 所谓的个别任期 被解释为 个别任期称痴 但是呢 事实上 在当时 当年修宪的时候 将大法官的任期 从九年调为八年 同时改为不得 就是不得连任的时候呢 他是分成两组 来做任期交错 我们回顾一下 宪法征协条文 第五条 第一项 第二项 跟第三项 在关于第一项当中呢 他这里面呢 很清楚的提到了 他的人数是15人 然后呢 他是自民国92年实施 那么这里面呢 他做了一个 日出条款的规定 第二个 他明确规定 司法院大法官 任期为八年 最关键的八个字 叫做 不分届次 个别计算 当然后面有写 不得连任 那不得连任 是不是可以扩充 解释 不得再任 上午的讨论 已经很多了 那么同时他强调了 院长副院长 不受任期之保障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第三项 中华民国92年期 日出条款 总统提名之大法官 八位 含院长副院长 任期为四年 其余大法官 任期为八年 不是用前项任期 这规定 就是关于八年任期的规定 也就是说 当初修宪之后 一开始要设计 交错任期的时候 他是将 15位大法官 分为两个组 有四年组 跟八年组 这产生之后呢 以后啊 有七位跟八位 分别的在交错 请看下一张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所谓的 何谓的交错任期制呢 就是心智各办 心智各办 每四年 有更替 办数的大法官 而且每任总统 都能够提名 办数的大法官 这是保障 每任总统 在他的总统任期内 均有一半额的大法官 是根据 最新名义产生的总统 所来提名 而经立法院 同意任命的 同时呢 也同样的 他存有 任期交错制的优点 任期交错制呢 就是因为 任期交错 不会同时出缺 所以呢 避免同一任总统 提名全部的大法官 司法权才能有效的 制衡行政权 所以我这里要提出的 就是说 现在有一种主张说 目前宪法征销条论规定 他是任期交错 已经可以达到 避免同一总统 提名所有大法官 这样的困题 这还不够 因为当时修宪者的目的 是要造成两组 不只是不能够同时 任命全体的大法官 还要保证 每一任的总统 均有同等的大法官提名权 而且新旧交错 各办的情况 也有利于经验的传承 跟视线的延续性 那么至于所谓的 不分界次 是个别计算 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文艺解释上 征销条文第五条 第二项来看 的确 从文艺解释上 可以衍生出 有两种 一种是说 每一个大法官 他就是八年 那他有没有 做满八年 不管 但是下一个 补上来的 一定重新 起算八年 那只要在 第一批大法官当中 有人未做满八年 交错任期 或者说 任期称施 就自然会出现 所以呢 当然有可能解释为 是一个刚刚所说的 个别任期称施的方式 但是从体系解释上 我们看到第三条 第三项 同条第三项 在交错任期的时候 文艺非常明显 大家如果仔细图第三项 他这里说 在92年的大法官当中 有八位 这八人组呢 是只有四年 另外的七位 是八年 所以他就分成了 七人组跟八人组 这四七人组跟八人组 都是很整齐的 切一半一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要合乎体系的解释 所谓的 不分界次个别计算 他应该是 分组个别计算 分组个别计算 而不是个人个别计算 当然 修现的时候 文字上的表示 可能解释上 单看第二项 有两种解释可能 但是如果看到第三项 任期交错 新旧交错各半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从体系解释上 我们实在得不出 任期交错 它可以变成是 个别的每一个大法官 都有八年的任期 再来我们再看一下 继任者的任期到 原任任期界满的时候 这是所有具有任期的 职务的基本原则 我们看到考试委员 监察委员 在原来的监察院组织法 跟考试院组织法当中 都写得很清楚 监察委员出缺时 其继任人之任期 至原任期之日子 考试委员出缺时 其继任人之任期 至原任任期为止 甚至上 在征协调文上路之前 司法院的组织法第五条 就明白地写出了 有任期逮捕的规定 逮捕的继任原任 不能够 它不但没有违反到 交错的原则 而且在这儿来观察 这样逮捕的任期限制制 反而是违弃了我们 新旧各办 任期交错的重要的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 司法院组织法在104年 竟然修掉了 这个逮捕任期的规定 我们看到了 在46年的版本当中 刚开始增设第五条 就是规定为任期九年 任期逮捕的规定 到了81年的时候 这两条一样保持着 到了90年的时候 他把日出条款 92年的适用规定 放了进去 但是到了104年的时候 他竟然把原来的 任期的规定也删除了 把逮捕的制度也删除了 而且司法院的政务院长 自行延长任期 我们看到了 司法院提出来的当中 他把大法官出缺时期 继任者之任期 任期届满之日子拿掉 那他所谓的个别计算 我们认知是 每组个别计算 不是个人个别计算 但是司法院不这么认为 但是在同年的时候 102年11月14日 同时有民主进步党 党团提出 补足了这里面 他这里面的说明是说 我们的任期的地补制度 它是才能够 这里立法说明 明明白白的讲出了 交错任期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我们大法官的任期 8年的配套 完整乱套 除了在2003年 一开始 这8人团 它是做4年 另外的7人团 做要做到2010年 但是由于在2008年呢 这个 在2007年的时候 第一批的8人团 要重新提名的时候呢 只有4位通过 5位呢 没有通过 那以至于在2008年 马总统上任之后 他新提的5人 这5人当中 竟然在总统令呢 延长到10月31号 我们来看一下 总统令怎么写 总统在97年 马总统居然说 这5人 这地补的这5个人 任期居然明白的写 从97年到105年 抱歉 司法院组织法 在97年的时候 还是维持了 地补的任期届满为止 换言之 当时的马英九总统 重令他要主张 他是个别计算 他也应该要先修改 司法院组织法 结果到102年 才修改立法院组织法 那司法院组织法 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一开始的8人团 这4位 这5位呢 就是违反了任期教授的原则 所以我们来看到 在本届啊 我个人呢 跟其他 曾经担任过 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 在场还有林中山 林教授 也是我们的同学啦 所以我们都参与那次的修宪过程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 我们以当年参与修宪者的精神 我们提案 要求将司法院组织法 回复到原来 维系过半 就是新旧各半 任期交错的精神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呢 虽然提案了 不过很遗憾的呢 民进党要求退回程序委员会 我们会继续努力 那总而言之呢 我在这里要不断地强调的 今天我们来谈到大法官 包括大法官政务院长 外界我们关心的 不只是院长本身提名人 被提名人 他是不是可以符合原来 宪法征修条文 不得连任这个规定 我们也同时希望 包括朝野各党思考一下 现在由蔡英文总统 提名的这些被提名人 难道要维持过去 马总统所创造的恶力 就是每个人的任期 都是完成了八年吗 我们再跳回来看到前面的几页 看到了七人团跟八人团的页数 七人团跟八人团 我们看到了 跳过了 对不起这张 其实目前呢 我们出缺的这四位 他照说他是属于八人团 如果在2015年 我们重新的来提名 如果通过的话 他的任期是2015加8 但是这里面包括政务院长辞职 以及前面彭大法官请辞之后 出去了这三个名额 这三个名额 他的任期应该是从2011到2018为止 2018 这完整的八年为止 我觉得外交要来思考一下 虽然民进党是执政党 虽然蔡英文总统是民进党 党籍的总统 但是民主进步党 包括我个人在内 我们认为要维持当年宪法征修条文的精神 我们要有效的节制总统的权限 我们这里还是希望各界共同来思考 未来是不是共同以推动司法院组织法 将任期新旧各办交错的原则 重新在本次的大法官当中 重新确立 谢谢 好 谢谢中委员 接着请蔡委员易渝发言 时间为10分钟 院长 民主长 还有在场各位学者 我们立法院的各位同仁 我们今天在审查大法官的同意权 我想现在大家所争议的 如同刚刚我们中委员所去强调的 这个大法官的这一个尤其在我们院长的部分 所谓宪法征修条文第五条第三项 内容是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届次 个别计算 并不得连任 这样的一个规定 是不是有所谓 有所谓违宪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于说 我们现在司法院院长 他这一次的被提名 那被提名他已经中断了他之前的 因为他之前的一个任期已经结束 那结束之后 那以我这边的资料呢 他是在 他在之前任期已经结束了 那现在是重新的被提名之后 才要进行所谓的一个同意权 那我想一个重点就是说 总统提名大法官 那由立法院来行使同意权 所以这个精神就在于 如果总统已经提名 那没有所谓连任的一个状况 的一个情况之下 提名就是提名 最后就要回到于立法院 是否要同意这个大法官的一个 由立法委员来行使这样一个同意权 那如果说 你现在在任的这个问题 大家觉得是很严重 自然他在立法院的 这个同意权的 这个问题上 他就不会被通过 那反反言之 如果立法院同意了 这样的一个 这个大法官的提名 就不会有 所谓违宪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 就是把所谓大法官的同意 要回到立法院 那我们以条文的一个解释来说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 不分届次个别计算 这个的精神在于说 不分届次 就表示我们是司法院的大法官 强调的是他没有所谓 第几届第几届的一个概念 他是每一个人 个别去计算他的任期 那他的任期 原则上保障八年 那每一个人是个别计算的 所以我们这样经过的一个 资料的一个整理中 我们可以看出说 包括2010年 现在所任命的 2010年 由马英九提名 立法院通过的院长赖浩铭 那副院长苏永钦 他们现在请迟中 他们的任期就是从 2010年的10月13号到2018年 原则上是会到 2018年的10月12号 所以他们的任期 是这样去计算八年 那2015年所任命的 包括蔡明成大法官 林俊逸大法官 黄宏霞大法官 吴承桓大法官 他的是2015年10月1号 那以这样去计算 他的任期八年的话 他会到2023年的9月30号 那所谓2011年任命的 另外四位大法官 包括罗昌发大法官 汤德宗大法官 王喜军大法官 跟陈病玉大法官 他们是在2011年10月1号 所任命 那现在我们这一波 要行使同意权的 也就是即将卸任的 就是在2008年所任命的 在2008年11月1号 他的任期就是2016年 10月31号到任 那有黄茂隆大法官 陈敏大法官 叶柏修 陈春生 陈新明 等五位大法官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看出说 目前每个大法官的一个任期 会不一致 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状况 那会有这样任期的一个 每个人他们的任期不一致 就是符合宪法 征修条文第五条第三项的文艺解释之下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 不分届次 个别计算 所以司法院大法官 没有所谓届次的这样的一个 没有所谓届次的这样的一个局限 那以我们现在许中立 那院长的一个状况 他之前的大法官的任期已经结束 那也已经经过了一段期间 那经过这个总统的再次提名 再次提名 那也现在我们要行使同意权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文艺解释之下 就是没有所谓这个再任会有违宪的一个问题 那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德国的一个宪法 我们修宪的时候 仿照德国的一个规定 那德国的联邦宪法 这个联邦宪法法 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中 都是规定的说 禁止连任 而且也禁止再任 这是在德国上 他们文艺上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那如果我们国内 他只有说不得连任 并没有再规定不得再任 基于这样的一个解释之下 就表示再任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 可以充分的看出说 这一次我们总统的提名了 每一位大法官 他们基本上都是合线性 那我们现在只是要做 这个大法官 他们是否符合 他们所谓 是否我们可以充分 来行使同意权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在于 这个大法官的合线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说是合线的 那第二点就是 我们要去强调的就是说 这一届的大法官 由于我们院长 他们已经接诸了 所谓司法改革 已经接诸了司法改革 那我们从 司法院院长 他们他现在所在讲的 所在讲的司法改革 他认为说 重点是在于 审判制度的 的一个改革 那我们审判制度中 我们很希望的就是说 许中立院 许中立未来的 司法院院长 如果他通过之后 他必须好好的去思考 台湾到底要进行 怎样的一个审判制度 到底是要维持现在 由法官独立来审判 还是我们要走向 JURI 走向陪审团的一个制度 那还是说类似仿造 日本 仿造韩国 有所谓人民参审的一个制度 那过去 马英九执政的八年 所推动的一个官审制 很明显 他并让人民只是 参与了 审判的这场秀 这样的表演 但是人民对于审判 他们没有办法 可以讲任何的一句话 那如果我们 真正要落实有效 让人民可以进入司法 人民可以进入审判的话 我认为参审制 跟陪审制 是我们一定要走的一条路 那到底要怎么选择呢 目前我们看到说 许中立 许中立他有对外说 他认为 陪审制短期内 还没办法做到 短期内没办法做到 那我想要去问的是说 那这个短期到底是多 要多久 要多久 那是不是说 接下来我们要推的 就是参审制 所以我们希望说 如果未来 我们许中立 他要到 我们立法院来报告的时候 我希望他可以就 这个陪审跟参审 他希望他理想中的审判制 我们希望他可以做更明确的一个表达 那就我的立场 我是希望说 台湾的司法 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改革 我希望我们可以直接一步到位 直接走向 这个陪审制 所谓Judy的一个制度 这个是我对于司法改革的一个期许 那第二点就是说 就检察官 检察官的一个制度 目前我有推动了一个检察署法 那检察署法就是我希望 把检察官跟所谓法官 他们不要再永远绑在一起 检察官就是检察官 法官就是法官 那检察官必须要落实到了 他所谓侦查 所谓起诉 所以未来是不是 检察官要对于他所 起诉的任何案件 要负完全的责任 我们希望回归到 真诉合一制 所谓的真诉合一就是 检察官他在 侦查的所有案件 未来他就要负责这件案件的 所有的公诉的一个 一个责任 那如果这件案件 最后被判决 无罪了 是不是检察官要对于他的起诉 负起相当的 相当的起诉的一个责任 目前在台湾 在这一点是 最被大家所诟病的 那第二个我希望说 司法改革中 对于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 这个我们不管在司法界 已经讲了很久的一个制度 也应该对于人民有所回应 不能把永远都认为说 要节省司法资源 所以都把大家所期待的司法改革 都把它抛在脑后 这个是我对于我们这一波 司法改革的期待 谢谢 谢谢蔡委员 蔡委员你不能离开哦 你离开我们就没有人了 等一下学者专家要答复哦 下一位我们请周委员 村米花园 时间为10分钟 谢谢主席 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那首先非常感谢 各位学者专家在 上午提供的这些宝贵意见 那也就一些相关的争议 有做一些事宜 那我想最基本的就是 大家在讨论说 到底这个许中立在就任 回任这个大法官 并担任司法院长这个职位 职位有没有违宪的争议 那就是连任跟再任的争议 那想文字上的解释 应该是很清楚啦 我们的宪法规定是说 不得连任 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说 在这个提名大法官 或者是提名司法院院长 因为司法院院长 他本身就是先 肩负了两个身份 一个是大法官的职位 职务 一个是司法行政首长 的一个职务 所以我们应该是从他的角色 及他担负的责任 来综合的来研判 那既然从文艺上的解释 我们看不出来违宪的问题 那是不是从目的的解释 从这两个身份来考量说 来解释说 他这样子的一个再任 再回任 有没有所谓的违宪 那这个部分上午这个 林玉雄大法 林玉雄学者 他也讲得很清楚 我想这是一个政治的决定啦 就是说不管是大法官 今天他在回任 他不是连任 他已经降低了 他影响审判独立的风险 而且还有考虑到一些经验的传承 还有在任命司法精英的需求 跟新陈代谢的推动 所以如果从这些目的性的来考量的话 我们认为许宗立这个法官 他在回任这个大法官 或者在任大法官 这个部分显然是有他充分 高度的一个目的性的考量 那另外针对政府院长 他本身他就是担任了司法行政政策 司法政策的成败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没有所谓的这个连任 或者是这个对审判独立风险的考虑 所以基于以上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论述 还有一些政治上的决定的确信 我们认为说我个人认为说在许宗立这个大法官 再任再回来当大法官 并就任司法院院长这个职务 我个人的确信是认为没有所谓的违宪的问题 那基于以上的论点 基于以上的一个论述 我们就来分析 我也想来讨论就是说 今天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他担任了两个角色 一个是大法官的职务 一个是一个司法的行政首长 那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司法改革 还有司法的公信力 在台湾这个社会是备受讨论 除了年金改革 除了国会改革 我想司法改革应该是在去年年底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社会普遍共同的一个声音 所以我想接下来 我讨论的是分四个部分 也就是针对这个院长跟副院长 他们的职责去考量说 我希望说可以就这个部分 对这个四大议题的部分 这两位首长可以提出一个 更明确的一个报告 第一个最短期的 最短期的目标 如果说徐中立还有蔡炯敦 你们分别能够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然后当选了这个司法院的院长 司法院的副院长 那如何在短期内 如何在短期内去提振法官的士气 如何在短期内去改善社会对司法的一个公信力的一个不信任 那我想这个问题很难 但是短期内还是要去做这样的努力 因素很多了 那我想说我个人的观察 我在想说如果这个部分我们没有调整 我们一定是永远在这个原地 或者在这个困境中里面打转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台湾的这个审判 是一个职业法官的审判 那职业法官他受过一个专业的法律的教育 不要说专业他就是受有四年 至少要有四年的法律的教育 他在这四年的法律教育里面 他所念到的 他所念到的刑事诉讼法 他所得到的一些法律的观念 他是要无罪推定 他是要有充分的这种证据才能够论罪 可是在我们台湾社会 一般民众相亲的法律感情 他们的正义感情是认为说 今天如果你做了坏事 当然在还没有判决之前 他认为你做了坏事 媒体揭露你做了坏事 他希望能够速审速决 速审速结 然后马上这个被告 这个习文人能够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这个是比较偏向台湾 一般民众的一个法律上他们的正义 这个我们无从之智慧 而且我们要尊重 只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直思审判的这些 法律工作者 司法工作者 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一个无罪推定的教育 但是我们的民间 我们的媒体 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包青天的一个审判的话 我想这两者之间的落差是非常的大 那这个在司法公信力在这边的跌落 我想就是很难去期待说他有一个回升的可能 所以我会很期待说这两位政府院长 如果通过我们立法院的同意之后 在这个部分 因为毕竟法官的士气现在也非常的低落 那这个是整个全面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会做这样的决定认为说 许中立跟蔡炯敦 他们是够格足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来担任这两个重责大任的话 我希望说政府首长能够就这个 就这个提振司法公信力这个部分 能够在短期内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主张跟说法 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牵涉到司法改革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回归说 司法改革当然就是人跟他的审判制度 那审判制度就是大家刚刚也讨论到了 很多的参审跟陪审 那我想在讨论这制度面之前 我想先来讨论人 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官的培训 或者法官的这个选取 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 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那经过了这么多年 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来 台湾社会是不是还一样要接 还是一样可以接受 就是说你如果大学法律毕业之后 你的大学法律教育结束之后 你透过你的能力 透过你的努力 你取得了考试的资格 你取得了司法官的这个合格的资格 那你是不是就透过训练 然后分发就直接来担任法官 还是我们要去贯彻 还是要采双轨制说 我们还是要去贯彻说 我们是要从一些 有经验的法律工作者里面 去领选他担任法官 那我想这其中最比较具体的一个说法 或者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向 也许我们可以来思考 就是说现在大家一起在抨击说奶嘴法官 其实我个人也是满心疼 因为我之前也可能是奶嘴法官 但是呢这个不是这些奶嘴法官的错 这些不是说他们以他们的能力 如果今天的法律的制度是这样设计 我大学法律教育结束 我毕业之后那依我的能力 依我的努力 我可以通过这个司法官的考试 那我也相信这个国家制度 给我一定的训练 那我接受了这个国家给我的训练之后 我也照这个国家制度去给我分配 我应该要做的工作 那只是他在社会经验上 在工作经验上 他是明显不够的 那这个部分 当然是要透过制度来补齐 透过制度来补正 而不是说这个制度一直推 就是你不用透过 有其他的法律工作的经验 那你就可以因为你考试及格 因为你这个受训练合格 所以你马上就可以到分派 去做一个审判的工作 所以在这边我也请求 这两位将来就是有可能担任 这个重责大任的院长跟副院长 我请求你们要去深刻的思考 到底法官的养成 到底法官的一个这个临选 到底是还是要去采取原来的制度 就是说他大学法律教育结束 然后考试合格 然后这个受训分发 还是要做一个大的转变 我们希望他是比如说 他要有五年的律师工作经验 然后我们才让他去取得一个 他可以通过 他可以去考取这个司法官考试的资格 我想这个部分已经在临界点 我希望这两位人选能够充分 或者将来在适当的场合 能就这个来做一个表态 那时间有限 那第二个就是说 参审跟陪审 那我想今天这个 一直很努力在推动陪审的 这个张静律师一直很认真在这边 那我想他现在担忧的是说 好像许中立许老师 他比较偏向 在台面上讲的话 他比较偏向这个参审 那我想今天陪审制对参审的疑虑就是说 你参审制还是有职业法官会参与审判 所以呢你的职业法官是不是会透过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去影响到素人的法官 所以这个应该是陪审团 采陪审制的这些学者专家朋友们 他们忧心的 那将来这个部分也必须要去适宜 如果说今天考量参审是因为台湾相关的条件 还有相关的预算的问题的话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去去除说 职业法官他会不会去影响素人法官的决定 那如果是有这样的疑虑的话 我想对这个整个司法审判制度的改变 还是有他的这个影响 另外最后我提的两点 再给我一分钟 就是我希望说 这个司法院能够去考虑将来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纯粹回到一个审判的机关 我们司法院就是负责宪法上给我们的审判工作 而不是还有没有就是说 还要担任这个法律的提案权 也就是说他在相关的刑事政策上 他在相关的民事政策上 他有没有这个提案权 他要不要去负这样的一个政策上的责任 我认为说新任的院长 副院长也必须要就这一点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毕竟台湾已经到一个 必须要改变改革的一个临界点 那最后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也讨论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大法官会议解释 他将来可以解释的这个范畴更多 然后来让这个大法官的会议的运作 宪法的解释 更能够解决台湾社会的争议 那这个部分我想在其他的书面都有 那我以上的报告 我以上的这个审查意见到这边 因为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 即将在这个司法改革的一个历史的关键点 这两位即将出任我们的司法院重要的责任 我们希望可以在这部分 在台湾的法律教育 在法官的养成 或者相关的一些政策配套上面 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改变 谢谢 好 谢谢周委员 那现在是下午四点 按照我们的实陈表 是休息的时间 那我们还有一位审查委员 还没有发言 就是王玉敏王委员 那么他也在途中 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因为四点刚好是休息的时间 我们休息15分钟 15分钟之后 王玉敏王如果到 我们就请他发言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请三位帮我们恢复 恢复一些问题 三位时间会比较长 如果都留下来 一个人只有两分钟而已 好 现在休息 好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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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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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